你們知道這感覺嗎? 這感覺就很像是兩個小朋友在比啊 比如說 欸我很大啦! 等一下30公分啦! 然後另外一個就說 我世界大啦! 然後另外一個說我宇宙大啦! 然後另外一個 最後一個就是我 我黑洞大啦! 什麼東西? 就比到後面 一直無視下去的結果就是這樣 一直無視你的無視 這遊戲真的壞了 然後鎖鏈也是 然後鎖鏈 欸! 解鎖的! 不然鎖鏈原本是 欸我解鎖我就出 我有鎖鏈我出一個解鎖的 然後後來就是 欸你要解鎖是不是 沒有我們這邊是金鎖鏈喔 怎麼還有金鎖鏈? 我無視你的解鎖! 好吧 就就就你說得出來你老大 這這遊戲你開心就好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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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唷 到底吼這遊戲 我現在已經覺得 很迷茫了 宇宙的贏了對 他想怎樣無視就是他最大 沒別的了 全靜音當雙周打 為什麼要全靜音啊 不過我覺得這次也是這樣啊 就是應該是 應該是那個 只要會手轉就差不多了 哪隊好過啊 最好過就是雙阿爾啊 雙阿爾真的是簡單到爆上 這一隊還有一關是很G8的 你知道嗎 難得解瓶球轉ence 直接開龍科 唉唷 呵呵呵 好啦有三顆 三顆星就夠了 他為什麼 突然音樂安靜了 這打起來很尷尬 COMBO一直斷一直爽 我就廢 沒問題 我小杖R5卡過 R 我想想看 R應該 三卡有機會過吧 感覺上是這樣子 喔 來了 要5COMBO是不是 是不是 在5COM喔 欸 這好像是玩日月狼欸 你們有玩過嗎 小朋友可能沒玩過 那是不是打掉右邊的 那就沒有秒數 加那個限制了 所以我現在是正常囉 那其實也還好啊 那你知道 有一個回合 那麼一回合你要轉到 5COM以上就行了 4COM 最低4COM以上 啊 所以還好嘛 這裡 只有這關大概是比較客製精英雙子的啊 後面都還好 手轉不過就多 手轉 不夠好就多打幾次這樣 好像都會過了齁 好 我是不是應該先開這個 真是尷尬 欸 砂板 這個好了 開這個 開這個是不是就不會被電啊 會嗎 還是會被電 可以吸魔會被電嗎 王冠 我來看一下 後面應該是 一路順暢了吧 我不會被電欸 我不會被電欸 喔 他會那個 啊 副下效果消除 哭啊 還好吧 這一隊應該直接打就過了 他其實不用那個 開開他就去了 給他死 好 他要死了 就算有1億的防禦力又怎樣 我們是精英雙子欸 呵呵 超噁的 喔 那真的這隊就只有一關難 其他都簡單 解雙成就 全光跟雙隊長是機械 行 讚 吸魔的技能在王一再開 對對對對對 所以 結論就是 吸魔不要太早開 沒什麼意義 電擊珠跟 種族珠會並存 這好像是BUG 我不知道欸 照理來講 他應該都 都要是可以擋下 他寫的是負面效果都可以擋下 但很奇怪 這還是官方說的算